但是另外一個問題 你剛剛用掉一個字 我也不是完全同意 你說是呀 你說俄國和中國 兩邊都像美國和美國的盟友 是呀 我覺得這兩個國家 他們自己是以 他們國家的這個利益為優先 這個也可以了解 但是不能說 美國、日本、澳洲也不能跟 美國覺得他要在南海 或太平洋 比如說廣島等等 提升他的這個國防相關的部署 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覺得不能說全部都是美國的錯 或從蕭布希到歐巴馬 到川普 到現在到拜登 都是美國的錯 這個也不合理 對不起 萊老師不能完全 這怪我美國好嗎 那對中國說 他會覺得說 你在我周邊的區域 你提升了這個軍事的設施 或是軍事的物理 或是導彈 就是對我一種壓力 他會覺得你原本沒有 但是你家人 那就是在我家門口 對我才有壓力 所以我剛剛說 你有施壓這個字 習近平或中國官方也不會說 美國你給我們壓力 不可能 那我也希望美國和日本 甚至台灣 不能用這個字說 你給我壓力 所以我就要提升我的國防 我這樣請教洛西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覺得美國會不會 就是說覺得 這是一個我可以理解 也是合理的做法 就是中國大陸在古巴 委內瑞拉 巴拿馬跟尼加拉瓜等 射跟日本的橫順貨 韓國的軍事基地 一樣的這些擺設 海軍跟空軍的軍事基地 以及派遣這些陸戰隊的隊員 還有裝這個紅旗反導的飛彈 防禦型的飛彈 然後再派遣 這個殲-31的這個隱形戰機 進駐這些區域 航母也進來這個地方停靠 在中國大陸 在把加勒比海當成 就是一個公共海域 所以它也協助 拉丁美洲的相關的國家 進行這個國防自主的 自我防衛能力 你覺得美國是可以理解 也可以接受 我可以引用川普 當初他還是總統的時候 訪問問他說 那如果中國動物翻台的話 你會怎麼做 他說我不想 我不講 但是中國也知道了 所以如果中國真的這樣做的話 當然美國會有他的動作 不會 不能說美國會do nothing對不對 美國一定會有他的因應做事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中國也已經在做對不對 最近有一些新聞 他們在非洲的西部已經開始 建一個軍事基地 非洲離美國很遠 我現在講的是在美國旁邊的國家 就是我剛剛講 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 拉丁美洲 中美洲跟南美洲 中國大陸在那個地方仿造 美國在這個韓國 在這個日本 在菲律賓 在這個地方 射這些海軍空軍陸戰隊 跟反導的飛彈系統 以及 派駐這些隱形戰機的整個聯隊 進入拉丁美洲 這些國家來協助他們 自我防衛 是不針對第三國 所以絕對是不針對美國 不針對第三國的 自我防衛能力 還有就是 大陸的這個航空母艦 就是已經駐紮在 例如說 中國大陸有一支 這個加勒比海的艦隊 就是駐紮在這個地方 航母戰鬥群 也就是相當於雷根號 駐紮在日本的 橫順貨軍港一樣 一個 中國大陸的航母戰鬥群 駐紮在加勒比海 你覺得美國是會樂觀其成 當然不樂觀其成 但是中間是美國也 我不會說美國可以prevent 美國也不能stop 這個事情發生 確定嗎 美國怎麼去非打架 那為什麼俄國幫古巴 設立這個 自我防衛的軍事基地的時候 美國就揚言要 跟俄國發動一場戰爭 就是我們所 我們所謂的 甘乃迪時代的古巴危機 對 因為美國也是反對 所以他們 但是美國 就像打架的情況對不對 美國就在俄國的旁邊 設了很多的 這個核彈的系統 但是卻不準俄羅斯 全蘇聯 在古巴設立核彈系統 但是 本來是沒有辦法 美國是沒有prevent 就是美國是發生之後才知道 然後才有它的因應措施 好 我相信 我相信兩位討論的點 就是說 賴教授講說 如果今天美國這樣子的部署 那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 難道 中國大陸在可能在美國周遭附近 協助或是部署相關的軍事設施的時候 難怪美國不會有任何的反應嗎 那當然剛才 Russ也有提出他的看法 不過接下來我想問的是說 好 這個台灣剛剛我們講到說 在整個印太戰略上面 一直被美國推上排桌去 現在我關係到有一個 滿有趣的 這個是 《外交事務》 這是一本美國滿專業的一個期刊 國際期刊 然後他說 針對核武國家的數量 10年內是否有變 他為了50位的 所謂的外交安全領域的專家 有21個人 就大概有一半的人認為說 這些核武國家 本來我們大概都知道有哪些國家 但是呢 在未來10年之後 可能會有增加的國家 很多人都認為伊朗會是下一個 就是擁有核武的國家 另外呢 日本還有南韓 可是我注意到 連台灣都有人認為說 會晉級到核武俱樂部 那之後覺得說 到後面真的會玩到 這樣子的一個程度嗎 萬一台灣 真的晉升到核武俱樂部 這是浮是禍 台灣如果 台灣在過去 經國先生時代 他發展核武的那個時機 已經沒有了 也就是說 當初美國 直接介入台灣 把台灣的這個 核武的 這個實驗室整個摧毀 封存 不是封存 是整個毀掉 台灣就再也沒有這個時機了 所以以現在的情況來說 台灣如果還要再發展核武 中國大陸是不可能接受 其實不只是中國大陸不可能接受 我個人的推斷 美國也不可能接受 因為這個風險太高了 而且大陸不可能容許 台灣把核武發展成功 所以如果說台灣已經有秘密的 偷偷的在發展核武 那相當有可能美國會比大陸 更早介入 所以這應該這個專家 應該是一個假設性的 我不能講假議題啦 我覺得他應該 他的推斷應該是台灣 具有這個能力 是台灣自己去做這個能力 台灣應該具備有這個能力 但是台灣不會這樣做 那你看日本這邊有八個人 事實上是日本自己 他們的右翼 也公開承認 日本有這個能力 日本的核廢料 所提煉出來的濃縮藥 他們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再把他們濃縮藥的風度 把它提煉到80%無器級 所以 這是日本自己的政客承認的 所以有八個人認為說 日本人擁有這個核能力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 是因為日本人自己也承認 他們有 而且日本的核武的原子能的 領域的發展 在全世界也是處於領先的地位 這個也都是事實 那伊朗更不用說了 伊朗現在的濃縮藥的風度 超過20%的已經量很大了 應該可能是有3.5公斤 還是35公斤 數字我不確定 但是我只知道說 他的20%以上的濃縮藥 已經數量很大 而20%要提煉到80% 那速度就很近 因為他的 他最難的一個關卡 就是20% 那他已經突破了那個20% 所以他要提煉到80% 的這個能力 他事實上是具備的 所以我個人 倒是覺得說 現在的情況是考驗的 這個核不擴散條約 他的有效性 因為現在有一個國家已經被突破 那就是澳大利亞 美國 英國 其實不應該做這件事情 美國 英國 跟澳大利亞 簽的 ERCUS 對 那因為 目前來講 這個核動力潛艦 他本身 到目前為止 我再強調到目前為止 美國的這個核動力潛艦 他所使用的這個燃料 是武器級的 核燃料 武器級的 那澳大利亞本身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美國 跟英國供應澳大利亞這個核動力潛艦的時候 這個核燃料 也就是武器級的核燃料 是美國要供應澳大利亞 所以美國本身已經公然的破壞了 核不擴散條約 他公然的破壞了核不擴散條約 而聯合國的這個裁軍委員會 目前的這個秘書長 這位趙基岩 他本身是日本人 一個日本的女性 但是他對於美國跟英國破壞 核不擴散條約的態度太軟弱 對 太軟弱 所以伊朗很明顯的看到了這個態勢 所以伊朗的發展核武 已經顯得有正當性 潘朵拉的核子打開了 已經打開了 對 那麼朝鮮也有這個正當性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來講 伊朗的核協議的談判 還在進行中的時候 伊朗已經整個要推翻了 因為他重新提出新的條件 沒錯 那就使這個談判陷入更大的困難 其實美國 英國 其實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跟澳大利亞搞這個URKUS 而且不應該 違反核不擴散條約 把這個核濃縮用 提供給澳大利亞 坦白說這是公然的違反顧忌法